CBA的第二名遇到暴冷 王一博跟吴钱怒怼裁判的原因出炉 如今的姚明出手之后 广东队的渡风渴望争夺的总冠军 更是要签约第四名中风 我们讨论一下两个重要看点 第一个看点 CBA比赛的第二名引发了大家的争议 在暴冷输给深圳队之后 王一博以及吴钱更是怒怼了裁判组 在比赛过后也不愿意离开现场 背后的原因到底为何呢 提到如今的浙江求救队跟深圳队的比赛 大家都知道最终的浙江队是以九分之差输给了 深圳队 然而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得出来 王一博他确实对于裁判组的缺乏很不满意 王一博他因为对于顾全犯规 也就是在防守方面犯规的问题 最终被裁判组缺乏了犯规 也因为王一博他的犯规次数已经到达了六次 被罚出了场外 但没想到呢 在赛后的王一博、吴钱等选手 大家为何都要指责裁判组进行互怼呢 据了解 背后的原因确实让大家呢 有点看不明白 因为据了解 在比赛过后 由于王一博等浙江队的球员 对裁判组很不满意 这个时候包括了吴钱、陈帅鹏等主令 大家都向裁判纷纷提出了抗议 以及提出了自己的申诉 但没想到 当时的裁判组 尤其是在技术台上的裁判 据了解 直接骂了一句话 也就是怼了王一博跟吴钱等人 而且这句话是带有章字的 那么从中大家会发现 裁判组在怼人的过程当中 在批评队员的时候 更多是因为比赛对方有犯规所导致的 但是如果裁判骂张智 或者说呢 骂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这就使得很多球员都会为此很生气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导致了王一博吴钱等选手 在赛后呢 一直不肯离开的原因 也导致了王一博吴钱等主力 大家都纷纷怒怼回了裁判 据了解 因为裁判这边先骂了队员 所以呢 最后裁判组也是被队员们直接骂了回去 从中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裁判组在缺乏判罚的过程当中也好 以及呢 在言行举止方面 也应该呢 适当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不管怎么说 王一博他犯规在先 他怒怼裁判 也是做得很不对的 而裁判组的这一边呢 也应该控制一下情绪 双方都应该平静下来才能更好的打比赛 同时 在接下来的比拼 姚明也应该呢 出手 无论是对球员又或者是裁判组 哪怕哪一方放错了 都应该给出相应的惩罚措施 得以纠正 才能够更好的进行比赛 第二个方面 如今的广州队 杜丰渡渡渡渡渡冠军 并且要把排名飙升到前三名 杜丰教练更是渴望前约第四名大重逢 大家要知道 如今CBA排名第二位的是浙江求救队 排名第一的则是连续赢胜利的新疆队 新疆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面对广州队更是连续赢了二连胜 新疆队目前的势头非常的勇猛 而且新疆队有着争夺冠军的实力 以目前新疆队的综合实力来看的话 很有机会去争夺总冠军 但是新疆队到底能否做到呢 这还得看现场比赛的发挥状态 才能够判断得出 新疆队第一 浙江求救队第二 而辽宁队排名第三 广州队跌出了前三名 确实让杜丰、朱芳宇非常的郁闷 毕竟过去的广州队 杜丰可是为了争夺总冠军而去的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面 广州队拿了三座冠军 辽宁队拿了二连冠 而直到如今 广州队非常渴望把总冠军给重新捧回来 最起码来说 在西杯的排名要排在前三名 在季后赛的分区安排才会更加有利 因此 广州队在新一轮的比赛当中 尤其是在中锋方面 存在很大的问题 杜丰教练接受采访也提到了 广州队的内线方面 存在一些不足的情况 赵旭红是很多球队不要 而广州队选择要他的球员 周期受到三倍的影响 还有包括了年轻的张明慈 黄明一 以及徐昕 多位队员 大家都对他们的评价很高 都对他们的期待很高 但真实的情况却很尴尬 因此 广州队目前来说 需要签约新的中锋 需要内线方面得到更好的补强 才能更好的去争夺总冠军 所以说 广州队直到如今 非常渴望有机会签约一名NBA级别的 2米10以上的大中锋 据了解目前的杜丰周光宇 已经派球 派球探去到NBA 去考虑签约影员的目标 一旦广州队真的把第四名中锋签约下来 能够更好的去接班 周琦 赵旭红以及 华敏一的位置 相信广州队还是有一定机会 争夺冠军的 不管怎么说 针对 王一博 以及吴钱跟裁判处的户队 以及广州队的冠军争夺问题 大家有什么想说 谈谈您的看法 欢迎评论您的想法 谢谢大家 下期见